謝謝主席 主席各位先請一下次長 首先我需要再次的感謝主席 願意把這個案子排進來 因為真的是 我剛才那一段話 我看次長可能覺得我們法學需要太低 我在提案說明的時候 看次長不太願意聽我講話 好像左邊腦袋關起來 我剛才說你有聽到嗎? 有有有 需要有恭聽 因為我一直覺得法務服務非常的 姿態非常高 我覺得非常不足取 立法院我們憲法定很清楚 修法立法是立法委員的職權 我們尊重你們給你們第一件 你們的意見我們參考 最後還是法事委員會再做決定 但是老實講我很不客氣的講 次長你們不會覺得你們這樣報告姿態太高嗎? 反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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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這個不行那個不行通通不行 沒有一條可以 我跟你講次長 委員們提案不會那麼隨便的 也都是深思熟慮 這麼多委員連署 真的覺得不可以 你可以 精神總是要照顧一下吧 對不對?那個精神 你說改他的文字更加的完整 這個我同意 你改我的文字 精神不能說不可以 這個不行那個不行 什麼違反經濟什麼什麼 笑死人 你們這個理由 好意思這樣寫嗎? 好像我們都沒有讀書的 我都不了解 違反什麼自由 我要先請問你 我先請問你 你贊不贊成有連帶保證的制度 我們先講 這個報告 報告委員 這個是社會經濟有需要 有沒有需要 連帶保證人 那你為什麼銀行法 十二條之一 就把這個拿掉囉 銀行法 十二條之一 如果需要很清楚的 消費貸款 房子抵押 不得有連帶保證 定人清楚喔 銀行法十二條之一 定人清楚啊 那你怎麼會這樣子呢? 可見你根本就不用工啊 智長啊 什麼社會 社會已經清潔到這裡 已經看掉了 消費的那個已經看掉了 消親已經看掉了 報告委員 這個要不要這個連帶保證 這個當然要看社會的需要 那現在自用住宅的放款 跟消費性的貸款 如果沒有連帶擔保 那他當然 他銀行要承擔的風險 會比較大啊 對不對 比較小就比較大 你說抵押品多一點啊 抵押品多一點就好了 消費性的貸款 他這個風險就大了 另外 另外 當然 這個 自用住宅的放款 他沒有抵押品 當然 我跟委員報告 當然抵押品 他就要你足額的擔保 對啊 沒錯啊 他就要足額的擔保 沒有錯啊 當然 這個是選擇的問題 對不對 你銀行法已經通過了 我跟你講 對 市長我就跟你講 就是說 銀行我這樣子代表 社會已經看到這一點 你知不知道多少的冤獄啊 這個市長 你你先聽 真的耐心 聽我們 不是學法律的人 聽一聽 齁 我們都是經過民意的洗禮過來的齁 民謀要聽啊 這個叫庶民啊 市長 齁 多少 我剛才案子已經提了 那是血淋淋的案子 他一連理一兩百萬 他背十億的債務 你說 剛才那個 金管會的主命 哪一位 是處長一起來吧 法律處長一起來吧 金管會 不知道在說什麼我也聽不懂齁 什麼 一個願打一個 不是一個願打一個願哀 你們知道吧 你們都有公務員保障啊 他沒有投入耶 我的專業去那裡 人家聘我當總經理 很高興啊 他叫保證 我敢不保證嗎 我為了我一口飯吃 我敢不做連帶保證人嗎 你告訴我 兩位長官 你告訴我 反正是你 你敢不保證嗎 要不要回答一下 處長 要不要回答一下 你比較懂法律 報告委員 因為剛剛那個 市長其實也報告過了 就是說按照 這個是最高法案的一個判決 裡面呢 他提到就是說 如果說他是一個定型化企業 他就是沒有選擇一地的話 那這個部分呢 他只要這個是離職的 這個部分呢 就不適用 就沒有這個 沒有不適用 我告訴你 你去瞭解食物吧 銀行局的主意啊 你們去瞭解食物 我今天當保證人 我總經理 我離職以後 我要免除保證責任 銀行死都不肯 銀行是道地吸血鬼啊 我跟你講 我就跟你舉個例子 最近在處理前天的事情 我的選民 我的選區裡面有一個 我不認識他 哭哭啼啼啊 一家五口 欠國財司法十二萬 中間協調怎麼還錢 他說要每個月還六千 國財司法說每個月還四萬 沖泡油水 強制咨詢 強制咨詢 拍賣 拍賣他的房子 房子市價六百萬 他賣兩百萬 掃地出門 一家五口 哭哭啼啼 說要來助我的福祉 無家可歸 無家可歸 為了十二萬 把人家六百萬的房子賣掉 賣兩百萬 賣兩百萬 中間損失四百萬 誰出 國財司法一完沒有錯啊 法就這樣定啊 你們法就這樣定啊 很可憐啊 到現在我還在處理 不知道怎麼辦 兩百萬 變成社會問題啊 兩百萬 他拿走了十七萬 加上什麼違約金 拿個二十萬左右 剩下一百多萬還給他 沒有錢可以買房子啦 無家可歸啊 我還在處理當中 不知道怎麼處理啊 交給社會局啊 一家五口啊 無家可歸啊 掃地出門啊 你知道嗎 類似這樣子喔 保證的一樣喔 連帶保證人 今天主要有人跑掉了 他不管你是連帶 或者不連帶 通通追 全部都追足耳 英銀本來就是一個 非常可惡的行業 我跟你講 完全不符合比例原則 欠十二萬 賣人家六百萬的房子 賣兩百萬 然後就拿了十幾萬 一二十萬拿走 剩下還給你 但是 次長 這個叫民怨啦 你問你我現在 絕對法務部是排第一名 這是你們為什麼不修法 連帶保證人 多少人被困在那裡 為什麼你不同意我們這樣修 你們說離職就知道 你去問銀行 請問那主命 你反正你也不管事 你去問銀行 你還會同意 離職的總經理 讓他免除保證人責論 一個都沒有 通通沒有 你反面人家理你啊 你知道嗎 報告委員 這個不是銀行同意 我通知以後發生的債務 我就不用負連責任啊 可是你不了解實務 你去了解一下 這個法律這樣會 你去了解一下再說啦 你去了解一下再說 對不起齁 來 我們來讀一讀你這裡齁 你看齁 來來來 請你不要看你書 聽我講好不好 聽我講 聽你講齁 三位長官 二十六頁 保護部的縮帖 二十六頁 第一段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第四行 為得債權人同意 辦理退保之前 其保證關係仍然存在 你們寫他 哼 他不同意啊 什麼叫已經結束了 沒有結束啊 他不同意啊 因為你們要他同意啊 他不同意啊 你知道嗎 你可以聽說 不同意啊 你們要不同意 你知道嗎 市長 這個叫實務啊 這個才叫庶民啊 你們的官 你官太大了 不了解這個可憐人啊 真的 你官太大 你們官太大了 真的 這個實在是看了這個 報告實在是很可惡 這個報告實在是很可惡 那個法務部的科長啊 這個這個那個科長啊 對 我都忘了你寫什麼 對不對 真的啊 太官僚啦 真的太大 你們太偉大了 就是你轉頭那一位欸 就是你 就是你 就是講你欸 就是講你欸 就是講你 你來過我 你來過我的辦公室講 講了半天 他們的話 我說 你不要給我否定 你可以有精神 怎麼給我強化 你要不要來講一下 可以 你要講話可以 請你講一下 就是你 就是你 我不知道你貴姓 蛤 前市長 市長 不是科長對不起 我不要降格了 市長 來來來 市長 你來 我不是跟你講嗎 你不能全盤否定我啊 怎麼寫出來 都全盤否定我 就是你寫的吧 報告 委員會和委員 對 有關這個 二十六條 二十六頁 二十六頁 我們的這個報告裡面的 第二十六頁啊 呃 我想剛剛那個 第十項 好啦 不必不必講 我要問你 我沒有問你這個 這個市長的權利 你還不是市長 以後再說了 好 我問你的是說 你來看我 我跟你講說 你不能夠全盤否定我 你可以我的精神 然後你可以改我的文字 你說好 為什麼來這裡全盤給我 否定我 我問你這個啦 你不要跟我講文字 為什麼全盤否定我呢 為什麼這樣子 講一下 你胡遜我 你胡遜我嘛 你胡遜我嘛 對不對 不尊重立法院嘛 胡遜啊 對不對 市長 你有沒有這樣答應我 呃 你有沒有答應我 我們當初 對 我們當初跟委員報告是說 我說不可以全盤否認我 否定我 你要全盤否定 我不是說要解決這個問題 對啊 解決委員所提的 策案的問題 你不要跟我講 你有沒有答應我 我已經跟你講說 不可以全盤否定我 你可以把我強化 把我改我的文字 精神 我要照顧老百姓 你也同意 我們當初的 我們說法是 我跟委員的回應是說 我們要 對委員提出的個案 做詳細的研究 然後要收集上 對實務上的影響 然後再徵求 這個金融和實務上的意見 做實證的了解 金融我找銀行局長問過 他尊重我 你回去請主命問一下張局長 他說我尊重 他覺得很好 他也不知道法務部反對什麼 張局長來找過我 你馬上打電話 等一下請主命馬上打電話 去問張局長 他來找過我 我跟他提這個 他說他沒有預見他覺得很好 因為事實上 實務是有這個問題 實務有這個問題 那時候還跟委員報告 我們說要去徵詢一些 民法學者專家 對這方面的意見 對 我們也有去徵詢 你徵詢了嗎 結果呢 也有去徵詢 好吧你請回吧 我不回答你了 但是事實上 太官僚了 這個市長啊 你們的市長都很官僚 真的 我覺得太可怕了啦 都是虛放一招呼嚨 然後呢 都是反對 今天我看了案子 羅蘇人委員的案子也反對 我不是說我們要怎麼 而且本來就我們的職權啊 沒有說要你們同意我們才能修啊 可是現在法務部 我可以告訴各位 法務部 特別是管這些修法的 我們的 我們的什麼參事 都凌駕在立委之上 只要立委的提案 法務部基本上都反對到底 沒有一個贊成的 沒有看到贊成的 都反對到底 然後只有你們的提案 今天你講十七之一 老實講 吳亦生委員的十七 修他就可以了啊 你們不用再提案了 老實講 對不對 市長 你同意吧 報告委員 報告委員 剛剛委員二十六頁 事實上 跟我剛剛昨講的 沒有抵觸 因為這個是指已經發生的債務 那七百五十四條是 還沒有發生的債務 我可以以後不保 那這個已經發生的債務 你已經發生保證責任 你當然不能事後說 我沒有同意 解除保證責任 你去下鄉去了解一下民謀了 再來講 我保證 你家下鄉去找那些債務的人 很簡單 你會不會公佈你的電話 我們找有連帶保證的債務的人 通常去找你 好不好 你成立一個窗口 你會不會我現在去提出這樣指訊 來來等一下等一下 對不起 市長 請你 我就正式提出要求 請你們公佈一個電話 有連帶保證人 受到冤區的 後來向你們投訴 你給他電話 個案你去瞭解 可以嗎 可以不可以知道 連帶保證人 連帶保證人 報告委員 報告委員 我這裡我要退 這個法務部誠信一下 民法雖然是法務部主管 但是適用 其實不是法務部適用 我們講的是 這個講的是 道理的 是要給社會大家來使用 法務部其實跟修法 修完了 跟法務部一點關係 那你反對什麼 奇怪 我們是講 那你反對什麼 我們是講道理 因為這個是對整個社會會有很大很大的影響 那你反對什麼呢 我不知道 不是 不是 對不起 這個應該問完了 請你公布個電話 自認為 對社會 連帶保證人 有受到冤區的 跟你們投訴 你們找一個專人來處理 可以嗎 我現在正式提出請求 好不好 我不要說要請求 請你們公布個電話 可以嗎 一個禮拜以內公布可以嗎 報告委員 因為處理連帶災物的事情 對 不是法務部的業務 不是誰的事情 這個就是 這個是民間的民間施契約 怎麼 那你那你反對什麼呢 我就不知道 那你反對什麼 那你反對什麼呢 那你反對有希望什麼呢 不是 因為為什麼 因為如果 我委員的提案 把這個保證契約 沒有定期限 全部會做短為十年 會發生一個問題 就是我原來的 這個 這個主債務 可能它超過十五年 那你這樣 人家就不願意讓你的主債務 超超過十年 那你改成二十年可以啊 我例如說要受個限 你不要一輩子 我再給你一個例子 我一個選民 他六十歲 從府中退休下來 下個禮拜娶媳婦 下個禮拜娶媳婦 房子三年前被扣押 因為他爸爸三年前死掉 才發現 爸爸二十二年前跟你在做保證 這個扣到了 房子扣到了 對不對 他不 扣到了 因為他承接爸爸的債務 扣到了 這案子很多 我跟你講 你如果不願意 那很簡單 我來報告吳院長 請行政院 設一個窗口 讓大家來 原來保證 有委屈的 認為他自己不公 有些當然願意 來挑這個責任 有些人覺得 罪人頭做什麼的 很 不舒服的 請他們向申訴 市長 你不能夠 你不敢 你不敢 毫無作為 市長 我對你非常失望 真的 我對法務部非常失望 你要管社會秩序 然後提供我專線給大家 請問你現在有沒有查會專案 有沒有 請問你 查會有沒有檢舉專案 有沒有 因為查會是法務部的職長 法務部檢查機關 調查機關 社會秩序難道不是你的職長嗎 因為這個社會秩序 這個有分 這個 因為基本上民法是施法 施法是我們 施法要機制 那你不願意來 我們清管會的 清管會兩會長跟清管會 你們可以嗎 成立一個電話傳線 連來保證人有 這自動委員區的 向你們投訴 你們專門窗口來處理 可以嗎 可以嗎 這個部分 因為我們銀行局 本來就有一些 接受這個 申訴的一些 專線跟管道在做 我想 我特別講 連帶保證 連帶保證 應該 我想銀行局應該會願意 可以嗎 不是願意 主命可以願意嗎 主命 沒有得到授權 不敢答應 目前我們銀行局 確實是有申訴專線 所以就是說 跟銀行相關的交易 如果認為有 他覺得有抱怨的地方 我們有申訴專院 可以使用 講一下幾號 幾號幾號 你自己搞不清楚 這個次長 這是我們官員 跟你們一樣 好不好 我拜託我們本委員會 不要法務部看衰 法務部今天案子 通通反對 我們本委員會 應該通通贊成給他通過 以後 過了以後再說 謝謝 十年 覺得太短 可以加 十五年二十年 我都同意 精神不能把我幹掉